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我想民进党所追求2025年的灰核家园主要的目的就是不受核能发电的安全威胁 我想这是很清楚 那你们今天在谈的就是核电核四确保安全 这是有一个相当的一个这个落差 那我想过去这个民进党一直坚持这个灰核家园 我想在89年90年 这个行政院张俊雄院长当时宣布核四庭建 那时候我记得这个全国法兰 甚至一面倒的主折民进党 所以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氛围 也疏忽没有在支持民进党所谓的这个核四庭建这个议题上 后来国民党最后又继续那么复工 但是最近特别是日本胡党发生核灾以后 现在的民调就显示有55%的人 55%是赞成庭建核四 有80%的人是资除灰核家园 所以现在的整个社会的氛围又是不一样了 我想这一点应该这个 这个部长也很清楚 不过您这个今天 我们从这个您的这个报告书内容里面 我似乎没有看到你能够就我们今天所希望的一些主题 你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答案 包括核四百分百的安全还要花多少钱 还要建多久 你似乎都没有在这个专量报告书里面提到 所以我要在这里请教您的就是说 是不是你也能够很具体的告诉我 到底何事 如果说我们要确保您所口中所讲的核电确保安全 到底要再花多少钱 您怎么可以跟我说一下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在报告里面有把阶段讲得很清楚 就在今年的六月底之前 我们把18个工项改善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预估的更清楚 什么时候要跟运人会申请装填燃料 什么时候开始可以适应转来做燃料的一个operation 大概是这样来 部长大概你这个你也很清楚了 我想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预计是1697亿 你讲经费的部分 对不对 那我只是要告诉你就是说 你现在1697到去年增加了1000多亿 那等于您的书面上 您是告诉我们是说 你们现在大概要总经费要2737亿 加上福岛核债的102亿 会变2800多亿 那现在你们还在增加哦 你们只要增加 刚刚你所说 口中所讲的100多亿 2800多亿以外 你们到六月底还要再 亦记还要再增加560几亿哦 没有错吧 我想 所以也就是说 我目前对这个数字的掌握哦 102跟100多亿 一估啦哦 那是媒体的揣摄 所以大概 大概目前就是 目前一估大概 我们核资就要花到3300亿 那如果说3300亿 目前看起来超过3000亿 大概是必然的 3300亿以上 我想要再做精细的细算一下 甚至于哦 40年运转完成以后 我们迟还要再花 4000多亿哦 4700多亿哦 也就是核四总共要花8000多亿哦 那万一如果再发生 这个问题的话 那更不用讲啦 听说还要花到两三兆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核四兴建跟不兴建 他的这个花卉的这种 这个金钱是这么的一个庞大 符合经济效益吗 我跟文报告 就是谈经济效益 也是我们最关心的 核四不商转 一二三 停役的话 除役的话 对于整个的 供电的 这个价格的改变 会产生很大的改变 有人说 我们在恐吓人民 我跟文报告 这是可以算的 大概坐下来好好谈 是哪个项目在那边 我们是不是有心理准备 要接受我们的电价 一二三除以核四的商转 我想今天我们有两个层面要谈 部长 我们是不是有心理准备 我们有两个层面要谈 一个就是核四安全的问题 一个是核四的一个经济效益的问题 两个议题 两个议题 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 核四的这个经济效益 事实上我们算起来 实在是说不合啦 我跟委员报告 他会合 一定会合的啦 他会合 一定会合的啦 而且 你现在你如果说 我们现在家庭说 我们现在随意把它停起来 这样总共这开 开桌要不开桌要不开桌 要不买千亿 没有 你现在把它停下来 你将近三千亿 你马上就要提劣 损失啊 这不是说就不见了 或者说你把它替代出来 说要併到别的工厂去新建 那个金要加上去的 因为投资是借钱来投资 钱不会消失掉的 我今天我要问你啊 就是说我们如果停起来的话 到今天为止结算起来 也不够花不到两千亿啊 没有到三千亿的程度啊 两千八百多亿都已经花去了 还没有花到两千八百多亿嘛 你现在的这个部分 一千多亿都还没有花下去嘛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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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今天有要主事说 目前花来 我问董事长 两千六百亿 蛤 两千八百亿 董事长来你说明一下 我好请董事长 好不好 那你告诉我们一下 到底现在事实上 你已经 合资已经花多少啦 诶 很细的数字我可以再提供给委员 不过 大概上年度结算 大概两千 两千六百亿左右啦 前后啦 因为我们现在预算是到两千八百三十八亿 好 没关系 你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到去年 你的总进度大概已经九十四嘛 九十四嘛 一号机九十五 然后二号机九十一这样子 对吧 大概就是您的报告里面自己写的嘛 大概是九 我这个实际的一个进度是九十三点六一嘛 落后的五点六二嘛 这是你们报告师写的哦 是 所以我跟你讲九十四嘛 四十五四 所以你等于就是花了两千六百多亿嘛 那也就是说你们未来如果说一定要花的话 恐怕要花到三千三百多亿以上嘛 甚至于未来 此一以后还要花再加四千多亿嘛 所以等于花了这么多的钱 这样会合不 这是 啊我们这样说的意思是说 才占多少 才占总共才占六趴 哦 才占我们总化电量的六趴 需不需要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把它 哦 这样先把它停下来 也这围巾花一百万 一百亿 那我想我们未来是不是是不是可以 从另外一些替代能源 那么来来来来找这些这些电源 尤其这个这个我们再生能源 哦我们能源法已经通过三年了 事实上我们都没有进展啊 昨天我也问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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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能源级啊 蔡机长啊 这个这个能源级的机长啊 还有我们蔡主委啊 哦 事实上现在如果说我们以核四的这个发电量 占前台湾前所有的发电总量的六趴的话 事实上我们是可以从啊这个 从我们的这个再生能源当中 哦我们这是一个这个期待的 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今天要讲的 我要讲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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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就是说 我们一定会这样就对了 你们要一直在这里 说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 那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是不是化成等号 啊 是不是化成等号 一定要确保核安啦 一定要确保核安才会有核电 啊 我跟再跟委员报告核能发电是机载 能够做机载只有烧煤 那现在烧煤 环境的关系不太可能烧 用再生能源它不是机载 再生能源是不是可以确定的发电 所以所以再生能源要来补这个核电的缺口啊 需要更多更多的再生能源 那台湾第四是有限制的啊 所以这个这个我们是都可以算 董事长 我最近从这个网站 把他抓了一下 这个有关这个国际能源网的这个资料 就发现 中美洲 中美洲的2009年的电力 61%都来自再生能源 61%呢 啊 那个有的国家有大水利啊 我们台湾没有那种大水利啊 水利可以开发的都开发完毕了 啊 董事大利家呢 有没有大水利 有 沙沃瓦豆呢 有没有大水利 这个我们要查一下 蛤 蛤 他们大概 啊 瓜地马拉呢 有没有大水利 那为什么人家可以这样 我们不可以 我们 为什么人家可以用再生能源能够达到百分之 百分之95% 为什么台湾不能 我们 我们一定会要用核能核电不行吗 水利有天然的 我只是提醒你啦 是我了解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难道我们不能够朝这个方向去思考吗 好 这个蔡主委 您的核氏安全相关议题的报告里面 实际上 也不是很清楚的告诉我 我都有细读哦 也不是很清楚告诉我们 这个核氏是确保安全的哦 你们还是有很多的余力啦 没有错吧 是没错啊 以目前来讲 从从一开始啊 你们就认为就是 就是所谓的这个 呃这个 品足未能确保测试异常事件频传 这个大部分新建事工作业 品足保证方案都有很多的缺失等等 这是过去几年的状况 我想过去几年 你们发现 你们发现核氏确实有问题 18个工作账户里面的一些追踪 你们也确实认为太多的问题 到现在你们还是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核氏是绝对安全的哦 在就你的这个专案报告之里面哦 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啊 事实上现在目前这样子 但是并不表示说以后这些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 那当然那以后我们不讲 我们现在讲现在 现在的现在现在的这个专案报告书里面 你没有告诉我这个核氏是绝对安全的 所以现在的部长哦 口中哦 只在那里哦 啊 那那个核氏是确保安全的哦 这是这个不要 我想做个做个比喻吧哦 像就像昨天我在教育文化委员会讲的 假如委员问我核123 那我可以保证 因为他目前的状况以所有的法规 以世界的标准来看 他是安全的 可是核氏因为他才盖到 目前这样子一个程度啊 还没有到达我们符合我们的这个规范 主委我常常在讲啊 你所谓的安全就是现在 无风无风 或者说安全 也不是啊 没有所谓的安全 所谓的安全 所谓的法规也要考虑 也要考虑意外的状况 我刚刚为什么要把民调的这个事实告诉你们 是 就是因为日本的湖岛的核灾 他的画面历历在目啊 我们看得很清楚啊 所以 好时间动 已经打动到台湾人民的心啊 大家开始恐慌啊 如果说换衣 如果台湾也同样发生像日本辅导的九级地震 还有海啸的一个情况 我们真的可以安全吗 我还是跟委员保证 跟委员保证 在我们做完一年半的核安总体检之后 黄震技术是多少 0.41而已 我想详细的 详细的我没办法报告 不过简单的来讲 我们做完一年半的核安总体检 已经在去年的八月哦 经过行政院核准 所有这些追踪的项目 假如落实的话 可以保证 不会发生日本辅导的这种大量辐射外市的这种核灾 我们当然是希望这样子 但是我们最要要进一步的追求 就是我们没有受到所谓核能发电的这种安全威胁 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一个 灰核加盐的一个目标 如果你们常常嘴巴跟我们说安全安全 事实上 送到保证 安全啦 我想这点 应该大家都很清楚 天灾地变 过去你怎么想象也不知道 说有 那样大 日本辅导的发生这么大的一个灾难 还好 不是发在我们台湾国内 所以我们今天优历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追求了 2025年 核一核二核三 陆续除以后 核续不商转 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灰核家园 我想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目标